传统日式建筑大门 朴素却不是隆重 透露出屋主的不凡身价 原来这竟然是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位在日本乡根的豪宅别墅 马云遭到中国当局监管 低调长达两年后 最近传出 他已经和家人悄悄移居日本 不但在东京县宗 甚至还在温泉圣地乡根作用豪宅 日本周刊Friday报道 10月下讯就接获消息 指出马云落脚乡根 入住软银CEO孙正义转让 占地超过2000平方公尺的别墅豪宅 而且还是日本料理的马云 还三不五时 向附近的寿司店订外卖 只为了品尝最爱的 海胆和鮪鱼握寿司 也因此日本料理的店长 才得以进入豪宅 虽然里头住的就是马云 更有外媒透露 其实马云曾在2016年 以联合国特别顾问的身份 货班联合国最高级别的 红色特别通行证 这也表示马云 是正式的联合国官员和全球公民 想去世界哪个国家居住都很方便 就连中国也不方便做好他出境 马云是否为了明哲保身 才低调定居日本 也让各界好奇不已 3D新闻 卫人军报道